今天我们来到重庆红土地利交旁边的一家设施店 看一台我曾经等了十个月的电动车 来到重庆京都欧上新能源店 你会发现现在长安已经把奔奔一时大放到了欧上的销售渠道 我们进去看一下 就在那里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奔奔一时大 它所在售的是哪一个版本 多少钱呢 以前我们订奔奔一时大是在微信里面的长安新能源小程序里面下定 但是那天我看了一下 它里面已经订不了奔奔一时大了 所以说现在的奔奔它如果要订的话 它要在欧上Steel那个APP里面才能订 这款车虽然看上去不大 但它的长框高是3770,1650,1570 轴距也达到了2410 它在奔奔一时大 它和奔奔是脱不了关系的 但是从整个造型来说 它其实比以前传统的汽油版的奔奔显得更加的时尚 它有一个回形标示的大灯 采用了LED的灯源 整个前格栅也是封闭式的 侧面的话 它是一个五门五座的车 在第二排上下车的时候 它是十分的方便的 它是采用了175,60,15的轮胎 它是用了朝阳的RP28 这款轮胎在某APP上面的卖价也是达到了300块钱 这款轮胎我在后期我是换成了185的轮胎 用175的轮胎的话 它整体的加速啊 驾驶感它会更加的快会更加的轻盈 用185的时候 它在湿地的抓地力会更好 但是一定不要换成195,55,15的轮胎 因为那个轮胎在你极限过弯的情况下 它这个轮胎的胎壁会碰到车身的内侧 来到后面的话基本上和燃油版没有多大的区别 但整体的造型还是十分的可爱 后备箱的空间在这个级别下是中规中矩 后备箱的隔板下面它是没有备胎的 它有一个2000瓦左右的随车充 作为车主的话我是把这个随车充拿出来 然后把这个泡沫丢掉 我是买了一个备胎放在后面 实际上有备胎的车你在行驶的时候 你心里面还是要有底一点 这个座位是可以放倒的 但是它这个座位是放不平的 刚才我看了一下奔奔一世大采用的是前麦富逊 后扭力量的一个底盘配备 这一块底盘配备在奔奔一世大这款车上 由于电池拉低了整车的重心 在平整的路面上的操控性是相当好的 很灵活 但是如果一旦遇到颠簸路段的话 它后扭力量会有一些弹跳 传递到驾乘者的身上 虽然只是几万块钱的一个小电动车 也是配备了快充接口的 从30%到80%只需要30分钟 而它慢充口是设置到车前的车标这里 进入车内的话 看它这个蓝色配饰的内饰 给人一种很高级的感觉 当时我在订车的时候 我最开始不知道这个实车的质感是怎么样 后面我去看了一下C475 Plus 然后基本上和它一样的配色 一样的质感我就放心了 其次应用眼帘是这两块12.25英寸的液晶屏幕 中间是仪表盘显示的一系列的信息 右边这个是中控屏 由于它是清新版 它只有倒车雷达 没有倒车影像 它这个方向盘是一个三幅式的造型 整体方向盘的皮质 手感还是很舒服的 在这一块的地方 它有声音 有紧急停车灯 空调这个地方它在采用的是一些触摸式按键 这里是一个动能回收的调节 它有两档都能回收 第一是B减和B加 B加的话它就是单踏板模式 B减的话松开油门 它就会有一个向前的滑动 这个USB接口既可以作为充电口 又可以作为放割的数据口 这里有一个点烟器接口 这里有两个杯架 这两个杯架实际上在使用的时候不是很方便 杯子在这里它会这样遍着一点 它选择了一个旋钮式的换挡 有一个D档有一个S的就两种驾驶模式 这里是电子手刹 在重庆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坡起的话 开车是很难受的 它这个P的按键在D档的模式下上勾一下 它就会成为驻车自动 或者是上坡起步的一种辅助方式 说到座椅的话 它整个支部还是相当的柔软 但是它的座椅的厚度是不足的 所以说支撑相对说要差一点 它的座位尺寸是很宽的 达到了48 49公分 对整体大腿的支撑还是很棒的 虽然它的头部空间它有7指左右 但是它没有配备座位高低调节 我178的身高坐直了以后 我的视线其实是在挡风玻璃的中上端 我座椅当调到最后的时候 大概有个15公分 下面我们把座椅调到中间的位置 它基本上有20公分左右的一个腿部空间 由于它中间基本上是纯平的 所以说这个位置的乘坐舒适性也是不错的 头部空间基本上有4到5指左右 后排也可以达到47公分 后排的高度有30公分 所以说当你坐下来的时候 膝关节的角度也是比较舒服的 它作为一款纯电动车 它前引擎盖下面放的是什么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笨笨一师大这款车 它是310公里的续航 搭载了30.95度的磷酸铁力电池 整个的电机功率是55个千瓦 170牛米 笨笨一师大这款车 如果你在低档的时候 在高速时跑到100码的话 它就会失去动力 当你想要跑120码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切换到S档 虽然它作为电动车的动力很好 但是由于它的车身尺寸 它的轴距 以及它175的轮胎的抓地力 开慢一点 在去年的时候笨笨一师大可谓是一款神车 现在这款车又重新开始销售 官方指导价是79,900 现在是官降12,67,900 就可以买到310公里续航的笨笨一师大 清新多彩版 现在它卖到这个价格 你在购车的时候还会选择它吗 但是不要忘了 它现在不在长安新能源的摄氏店卖了 才在欧商新能源的摄氏店销售 紫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